国定古迹竟然成了嫌犯 藏匿军火跟毒品的据点 有个陈信嫌犯因为持有大批的枪弹 以及贩售毒品遭到逮捕 但是警方寻现追查 发现他不止前科累累 还是台北市大龙洞陈岳继老师的后人 而且他还把枪毒全都藏在古厕的卧室里头 以为如此一来可以掩人耳目 破坏工具不断重击大门 霹雳小组动员20名警力破门攻坚 验犯自知逃不了举手投降乖乖就范 被带的这名陈信嫌犯 因为持有大批枪弹和贩卖毒品遭到警方锁定 不过他竟然把枪炮和毒品全都藏在国定古迹里 来到陈岳季祖宅门口还立着举人杆 没想到就有后代在祖宅内部藏军火 原来陈信嫌犯和哥哥都是军火以及毒品犯 也是当地角头两人都有多项前科 分别在101和102年先后入狱 嫌犯前年假释出狱后冲操就业 而他们都是大笼洞陈岳季老师的后人 应该住私底部吧 差不多五六十几吧 平常如果自己的家族会啊 警方实现追气 5号下午在陈岳季老师阻挫的卧室 起出大量枪支和毒品 枪支试价甚至高达150万元 以后道上罕见的黑蜘蛛M4冲锋枪 唾齐志925型自动手枪 M870散弹枪等两长一短制式枪支 以及散弹长短枪子弹空包弹等 共约300发 一级毒品海洛因16包等 把国定谷基的家族谷措当成藏匿枪毒的窝点 以为可以掩人耳目 最后警方一举待人将嫌犯移送侦办 解了要听徐兄明台北报道